中研Near 跟大家来见面啦 最近稍微比较少录中研Near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一阵子在忙杨世光的连署 现在告一段落 杨世光也很大度 我们新党也宣布了 既然连署不达标 那么很简单 最后还是要选出一个 来领导我们未来 台湾的未来四年 这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刻 只能选一个出来 所以我们大家集中 就是支持韩国瑜 就这么简单 你只能挑一个下架蔡英文 把民进党把它干掉 为什么我们要团结 要下架蔡英文 你看民进党的德性 民进党现在 他们有一个绿朝新贵 民进党的高干 贵为副秘书长的 叫做林飞凡 各位还记不记得 哪最坚的事情 太阳花功行政院 怎么样 没事 蔡英文一上台 就撤告了 那不但没事 现在丹党兵的 去公行政院 你不用负责 你还可以拿钱 拿什么钱 拿我们纳税人的钱 大家缴税 来赔偿 说要来背 这行政院 去给人 破坏行政院的公务 然后去霸占公署 搞准政变的 这些御卫兵 现在不但没事 而且个个可以来扔钱 你看这样有道理吗 当初是这个太阳花的头目 林飞凡 他现在又说什么消费 他在说什么消费 各位去听听看 他说 台湾 很富足 他说我们人民 大家都很富足 所以韩国瑜 在那里说 我们人民要有钱 台湾要发财 林飞凡说不用 我们不用人民有钱 台湾发财 因为我们人民 已经很富足 这林飞凡的话 他说大家都很富足 然后说 大陆什么会台的 像最近又有 26条会台措施 他们说不需要会台 台湾过得很好 都没需要 你带来让你来会台 都没必要 都没需要 这也是有道理 如果说你觉得台湾过得很好 那不需要大陆的这些会台 那也可以 人家会人家的 那台湾继续过自己的 那你要去那里警告 说会台措施 都是什么统战阴谋啦 唐一毒药啦 那就很奇怪啦 那人家有他的选择 大陆他愿意做什么政策 那他有他的步骤 那你去过年就好啦 那问题是 现在韩国瑜说 人民爱有钱 你林非凡说不需要 我们都很富足 那我就不懂了 那很富足 为什么当时太阳化的时候 要去返福茂呢 台湾如果是过得很好 那福茂再扩大更多的市场 不是可以再去贪更多钱吗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你们说不行 说那样大陆人来了 会抢我们的工作 所以听起来 哪像说台湾的工作很少啊 所以很怕台湾的人来唱啊 不是这样吗 那当然他们的逻辑 不会这样说啦 他们的逻辑会说 好险我们反了福茂 所以怎么样 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富足 那在我网民众来说 不用在那儿嘲笑 不用在那儿嘲笑 说那儿白菜啊 今天你是为什么会当富足啊 你就因为你的主子蔡英文当选了嘛 就那很简单嘛 所以论功行赏 那今天你林非凡 你就零九万啊 零九万当然富足啊 那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 多多的老百姓 没富足啊 我们中南部多的乡亲事业 过去大家还能探某些什么钱 探某些说 从大陆观光客来台湾 来台湾算人的消费 大陆观光客它消费 不是东南亚的旅客可以来取代的 人的消费量力比较高嘛 贷钱比较多啦 说比较简单就是这样嘛 那结果现在呢 你蔡英文把两岸关系 也冲得壞掉了 现在大陆观光客越来越少 甚至现在说自由行要中断了 奇怪啊 你们蔡英文还要叫 你们现在又说大陆不能中断自由行 说这样也是打压 然后说 X法明年要到齐了 一定要继续 不然也是打压 不然也是打压 我就觉得奇怪了 东西是说 X法是这个侵犯主权一中框架 不就是你民政党吗 东西是说大陆观光客来台湾 叫做木马屠城 危害国安 那不是也是你民政党吗 现在你又说 人们要会台也不行 会台叫做糖衣毒药统战阴谋 人们说好 我大陆观光客现在没来 也不行 没来又叫做打压台湾 真奇怪 人们要来 不然是人们的事 人们要会台没会台 那也是人们的事 今天是我们台湾自己 到底有这个灵力吗 你民政党说 在你的通知之下 台湾人人都很富足 你如果说真的有这个叫小 你有什么 要去听说 人们今天要继续会台 好 是说人们是不是有什么糖衣毒药 你根本不用去听这个 所以表示台湾自己心里面 要怎么根本没有方寸 根本这个队 真虚 很虚 好 那我们来看 最近最热的 就是他刚才并中有说到的 26条措施 结果让人家宣布两三天 蔡英文政府就还有卫谈说 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 之前陈同佳案 被看破手脚 看破说你蔡英文 操作反中操作过头 所以蔡英文现在呢 憋了个一两个礼拜 现在看到这个26条 是不是觉得又可以捡到枪呢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蔡当局的外交部 现在在说什么 说台湾人 如果在海外碰到危难 向大陆的使领馆来求助 然后说 那这些台湾人 你向大陆使领馆求助的台湾人 回来就要送外交部陆委会 什么意思啊 送外交部陆委会 是要做什么 这不是在供行吗 要干嘛 送外交部陆委会 好多网友就讲了 那是要罚钱啦 还是要被送去坐牢啦 这些人屁屁屁 那你继续看下去 你看这个发言人 他还讲 他说 如果台湾人求助中共的大使馆 甚至取得旅行文件 就会被视为 承认一国两制的台湾人民 这个帽子就给你戴上去 说你们会被认为是承认 一国两制的台湾人民 我现在怎么来反问 是说承认一国两制的台湾人民 又是怎么办 这样就变成说是 中共代理人 要来发钱 还是要来来来 还是要给人出销户籍 是不是 我看是这样嘛 你们现在就是在恐吓这个嘛 拜托啊 那我不承认一国两制 没有你要承认什么 那现在我们的宪法 两岸不是一国吗 那两岸不是各自的制度不同吗 这样不是一国两制不是什么 那你是要承认两国论 那是你自己行态度哦 是你违宪哦 你蔡当局违宪哦 不是我哦 是你自己刷人文件户 你违宪你违法哦 不是这样吗 所以讲说 你会被认为 承认一国两制的台湾人民 那被认为承认一国两制的台湾人民 又怎么样啊 诶承认一国两制的台湾人民 是我依据宪法 我是合法合宪的台湾人民 我反而是在效忠宪法 现状不就是一国两制吗 好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网友 除了这个承认一国两制台湾人民之外 他现在又说 说哦 你若是在海岸 在海外碰到危险 你求助大陆的使领馆 就是被侵犯主权了 出卖主权了 那我要问大家 什么叫主权 主权在你内 主权是我们人民的手中 今天你的这个主权 不是保障你蔡当局 在那里高官后路 主权是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主权不是保障你 零非凡零九万 什么叫主权 拿主权的牢子 要来给人家乞丐 不好意思 我们没吃这条 租款是可以保护人民 才叫做租款 今天我们台湾的蜜民 就这样让你本人叫他 人家日本人拿一个什么冲之鸟 骄 一个骄 你要说他那是岛 然后就可以主张200海里的管辖权 把我们台湾的蜜民捏起来 放肯肯 你该拿钱去把人收到回来 叫做俗身 你看多比赞 多了年 那叫做有尊严 那叫做有租款 好 过去 我们台湾人是什么情形之下 才会去找大陆的使领馆帮忙呢 我们来看 过去发生过 埃及颜色革命 在动乱 那你在埃及颜色革命 各国都在忙着撤侨 那大陆他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啊 那请问大陆来撤侨了 那台湾人要不要跟着走啊 那如果台湾人跟着走了 救命啊 你变中共代理人 是这样吗 我们再看 过去像墨西哥 我们有台兄弟墨西哥 就在当地被杀害了 然后家人自己出来讲啊 这个被害者的家人出来讲啊 说找大陆的使领馆 速度什么各方面都很快 然后呢 很多事情 那不好笑的 大陆使领馆出来 那就笑好笑了 那不准人家去接受大陆使领馆 帮忙他们去协调吗 还有比利时啊 比利时发生恐怖攻击啊 那我们看也是 台湾人也被保护啊 就大陆使领馆保护中国公民 包括台湾人在内 那这些台湾人 通通都是承认 一国两制的台湾人民 然后可能就变成 所谓的出卖主权了 中共代理人了 回来台湾以后 要送外交部入委会了 是这样吗 现在听起来是这样啊 那包括去年才刚发生啊 那个日本关系 发生烘胎 发生风灾 结果呢 结果有大陆的这个当地使领馆 包了游览车来接 包括港澳台同胞 大陆人民都可以上车 来来来上车 那你一上车了 你就变成 承认一国两制的台湾人民 回来就要被这个 外交部入委会来问话啦 你没知道保护人 结果人现在去 找着说大陆使领馆来把我们救 结果被救了以后 回台湾还要被你们来问话 这叫做什么租款啊 拿主权的帽子在吓唬人啊 不好意思啊 主权就是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主权就是在海外 对付那些外国 欺负台湾人的时候 你能够伸张我们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尊严正义 这个才叫做主权 主权在我们人民的手中 你们最会讲的 人权还更高于主权 什么叫人权 人民生存发展的权利叫做人权 我今天我的生命财产 我保护我自己的生命财产 这就是人权 这才叫主权 无论不用在那里 说这个有的不的 来习惊我们自己的老百姓 报告我们不吃这一套